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这次接应魂师大赛中 史莱克机会也已经做好了冲刺准备 大师还为他们找了几个替补队员 这也是为了让他们隐藏真正的实力 预选队员的作用是让主力队员在批凡的时候 再替主力队员上场作战 而且还可以起到隐藏实力的作用 在预选赛中就让唐三带着替补队员参赛 等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其他的史莱克怪物们才上场 在预选赛中唐三也是一路过剩 这也在他们的预调之中 不过在遇到智慑学院的时候 大师曾想让唐三不要参赛 因为唐三的蓝一草五魂是木属性 而智慑学院是火属性 但是当智慑学院的最远攻击唐三的时候 唐三只用第一魂去就挡住了 大家都是大吃一惊 所以唐三说了一句 我的蓝一草火突 智慑学院当时就梦了 本来想以属性压制打散唐三的 但是没有想到唐三不受水晶压制 小明大家也全都没有想到唐三卷 还藏有这么一手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 就结束了 不知道但这期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按赞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